Hello 各位同學 又是我 DSC 索連文 今天來到求Level 2 攻略第八集 亦即是因色分解這個 topic 的第四集 上回題要解釋了甚麼是恆等這個概念 恆等的意思是 即是當兩條式用三滑等於是恆等 恆等的意思是兩邊的所有係數 會是一樣的 這就是恆等 真正入到氣肉 接下來這幾集會解釋三條 最基本要背屬的恆等式 首先第一條是這樣的 假如有一個東西叫做A加B的二次 甚麼是二次方 二次方即是自己乘自己一次 所以A加B的二次 會等於A加B 再乘回A加B OK 然後用之前幾集教過的 用展開的概念 我當這裏 這個A加B 叫做一塊東西 然後我便會把這塊東西分別 去分配給第二塊括號裡面的A和B 這個時候 這個乘這個 再加這個乘這個 會變成怎樣 就是這個A加B 再分配乘給A 所以是乘A的 然後再加這個叫做A加B 乘給B 所以再加這個叫做A加B 乘給B 對 就是這樣的 然後還未完成 因為還有一些括號 還未拆開 所以我便把這個A 今次乘回到這個括號裡面 因為這個是括號 我們當作是一塊東西 但其實它本身也是有一個括號 所以便把A乘回給他們兩個 這樣乘的 給他們兩個 把這個B 這樣乘回給他們兩個 我們便會拆開這個括號 事不宜遲 馬上來了 就是把A乘給A 所以叫做A二次 然後把A乘給B 所以再加這個叫做A乘B 然後到這裏 把B乘給A 所以再加這個叫做A乘B 然後加最後就是這個B乘給這個B 所以就是B二次 這樣 好了 其實剪開那一步 我們便完成了 我們便拆開所有的括號 不過 不過 今次有兩塊東西是同類的 我們可以加起來 就是這兩塊 這個叫做AB 這個又叫做AB 那麼AB加AB是多少 沒錯 就是2AB 這些完全是自問自答的最高境界 就是這樣 A二次 再加2AB 再加多個B二次 這個就是 這條行等式 由這邊 拆開所有括號 並且化到最簡 就是這樣 這條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就是第一條行等式 A加B的Square 是等於A二次加2AB 再加B二次 這個是要背的 好了 記住記住 千萬不要按第二隻色的筆去寫 千萬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A加B二次 接著 直接把二次當成這樣分配給他們 這個是不對的 你會直接得出這樣的東西 你對比對的答案 你就會知道 如果我直接把二次放進去的話 我會留在中間這一塊 這個是不這樣做的 很多同學會這樣做 手快快寫錯了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背了這條行等式 有什麼用呢 有兩個用途 第一 就是作為一個數學的工具 譬如你平時運算的時候 其實你很多時候 都會是一個括號 然後裏面兩塊東西 然後製成一次 這個時候 我們就不再需要 像剛才做的那些剪開 從頭去爆散 而是直接出到答案給他 這個是第一個用途 我們實戰中試一次 舉個例子 有個數字叫做X加3的二次 這個時候 二是不太明顯 我說深一點 好了 如果有個數字 叫做X加3的二次 好了 以往你真的需要這樣去剪開 這樣爆散 但是現在你學了行等式 就不用了 直接寫答案出來便可以了 為什麼呢 當你背了這條式之後 你就對著現在 我要你剪開那條數 即是說 A其實就是X 來的 B其實就是3 所以這條式的第一塊 叫做A二次 所以我第一塊 就叫做X二次 好了 這條式的第二塊 叫做2乘A乘B 所以我第二塊 就叫做2乘2 這個叫X 再乘2 這個3 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對到 B是3 所以2AB 其實就是2乘X X是A 再乘B B是3 這樣去做 然後 最後那塊 第三塊 叫做B二次 這裡 sorry B二次 好了 B二次 這裏的B 就是這裏的3 所以這裏就會是 再加3的二次 好了 接著 稍為乘一乘 直接出答案 這個X二次 不動 我放在這裏 然後2乘X 再乘3 2乘3 是6 所以再乘X 這裏就會是6X 2乘X 就是2X 2X再乘3 就會變成6X 這個應該也沒問題 好了 接著 去到第三塊 3的意思 當然是9 所以這裏 我們背了跳行等式 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做數會快些 因為 很多時候我們都需要面對這些括號 外面有二次去拆開它 背了行等式之後 就不需要再慢慢剪開 直接出答案給它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 如果你做得快的話 甚至乎Label也不用寫 你可以直接跳Label給它 視乎你心算快不快 就是這樣 好了 學識完行等式 第二個好處是什麼 第二個好處就是 直接在DXC裏面 有機會拿到分 因為有時候 它會叫你因式分解一些東西 舉個例 它可能會給你這個 這個 我寫下面 它可能會叫你 因式分解這條數 X2次 再加10X 再加25 叫你因式分解它 因式分解它 這個時候我們就對回 因為由這邊 即是括號 爆散到這邊 我們叫做剪開 倒轉 我們由這個東西 合起來 變成這個樣子 我們叫做因式分解 這東西如何因式分解 我們就這樣想 我們就這樣想 我們先對回 看著這條公式 看著這條公式 好了 A2次 對著這裏的X2次 這裏我先降低 看著降低的這兩個 好了 A2次對著X2次 跟著B2次 B2次對著25 因為大家都是沒有X的 大家都是數字來的 好了 但什麼的2次是25 我們便想到 B應該是5來的 所以這東西 其實根據這條公式 因為A是X B是5 所以這東西 就會是X加5的2次 由這一步 因式分解 還原做這個 當然 還有一個步驟要做 就是要檢查答案 是否正確 怎樣檢查 你想想 如果A是X B是5 因為B2次是25 中間那塊 就是要2乘A乘B 即是要2乘X 再乘5 因為A是X B是5 那你先對 2乘X 再乘5 是多少 對得回 就是10X 所以當中間這個數 一match 你便會發覺 自己是計算的 這是第一條 恒冷式的用法 就是我們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 剪開爆散 會快些 第二個好處 甚至有時 直接DSE 等於你多了一條數 就是這樣 好 我們今天 第一條的恒冷式 到此為止 我們接下來兩集 會選擇另外兩條恒冷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